拉麵絲應該拉不出比這還長的麵吧 開始做這個拉麵絲 因為我以前是乾季節出生的 後期已經是回家 就不想做這個東西 但是它也做不住 因為想研究什麼東西 它就是老有這個思想 在處理它研發 那麼當時研發這個拉麵絲的時候 說實際的話全國就以太也沒有 就中國來講就不吹油拉麵絲存在 在你做的時候還沒有一台 全中國都沒有一台 全中國以太也沒有 那你做出來的時候 那是不是算全中國的第一台拉麵絲 對呀 可以說在中國研究拉麵絲來講 我就是創始意 為了安全期限呢 這裡設了一個機構 讓它這個不讓你這個右方的 這個不停的運動 它為了安全呢 你就是沒撞一碗麵 你都給你去放麵 你在放麵的過程當中呢 不讓它這個下來 它自動控制的 自動停的 就是沒壓一碗麵 它都自動停的 拉麵絲 你現在看到壓麵 它直接下來了 直接下來了 然後這裡就自動壓了 然後這裡就自動壓了 自動壓了 壓完之後呢 它就自動上去了 上去就停了 在停的過程當中 你再往來做麵 為了安排時間 這一點這沒問題 這就絕對沒問題了 然後還是得再點這 再點一次 再點一下 你看它就是 這就是第二碗麵了 等於壓完之後 咱們還得往裡面放一個麵糰 放個麵糰 對 然後它就又壓 就是又是一碗麵 對 每一個面的長度 最低達到一米五到兩米 你下面的速度 集結影響你麵的口感 這不是都是隨意 我的怎麼速度 就怎麼速度 那是不可以的 你麵做的太性好壞 一個取決你後麵的過程 第二個取決你拉麵劑的速度 這是珍重的能吃到麥香味 中麵吃起來有一點的甜味 對 有一點點甜 小麥本身的味道 嗯 為什麼你的這個拉麵劑做上的麵 這麼好吃呢 我在做拉麵劑的時候 我考慮到這個葉素 什麼速度 選什麼速度可惜 同樣一台拉麵劑 你的速度用7秒鐘 我的速度用15秒鐘 口感是絕對不一樣的 你7秒鐘做出這個麵條 你口感肯定不好吃 這都是在季節上設計當中都有鎖到的 這個除了做這個麵還能做別的麵嗎 你隨便 隨便 我喜歡還有沒有寬的 我喜歡是更寬一點的 更寬的一點的 你看這個就是更寬的一點 這個是什麼 特寬的 這個就一個 就一個 這個特寬的 換麵劑也比較簡單 換麵劑這麼簡單 你拿起來 我換一下豬莊子 對著它這個貨 這樣就一退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 這就可以了 就這麼寬的 直接放進去 還是直接放進去 對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再點一下 看這個就透過了 就一整根就下來了 就是一整根 一根一根 但是這個麵就長了 這個麵肯定更長 鍋下水呢 它是增加這個麵的勁道了 更勁道 更勁道 我一般我喜歡吃這個麵 這個麵做那個油泼麵什麼的 好吃的 對 你看這個麵就長 這邊就長了 這估計兩個我都沒有這個麵長 對 這肯定也長了 像個水一樣 有一個多麵 我喜歡吃這個麵 做麵 走 我喜歡吃這個麵 就能吃到麵 就能吃那麵 就能吃到麵 就能吃到麵